上午9點16分要0來看了盟主了 這個是大貓熊寶寶一樣呢 見客的第一個假日 昨天湧進一萬七千多人 而在今天狀況如何 馬上要連線玉米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我們的全民寶貝營樣呢 今天一樣是在早上8點50分上工 保育園在8點50分的時候 把他抱進來展場 不過呢 他已經進到這個展場的地板上 沒多久保育園轉頭 他也跟著想要溜走 一上班又想要翹班 只要現在第二次又把他抱進來展場 這一次保育園變得比較聰明了 直接把他抱到高一點的漆架上面 讓營樣呢 他沒有辦法跟著他的腳步 不過 營樣現在是在樹木上面 你可以看到呢 今天他有一條紫色的小毯子 它是他平常在蓋的小毯子 但是他現在在比較高的樹架上面 他下不來 這樣子玩啊玩啊 爬來爬去的 爬樹下不來 之後他現在是衝到了我們的衛食區 他今天呢 有兩根竹筍 給他玩 兩顆的竹筍給他玩 那另外一頭呢 媽媽圓圓 他也是接著進到了展場 今天媽媽圓圓是先吃這個竹筍 還有紅蘿蔔 營樣則是在旁邊爬來爬去 他玩的這一根呢 是叫做泰山竹 那接下來可以看到營樣呢 他現在玩這個竹筍 吃這個竹筍 肯來肯去的 不過這不是他平常在吃的食物 那今天營樣一早的電力 也是非常的充足 可以看到他爬來爬去 走來走去 尤其是這個爬在這漆架上面的時候 爬上去 但是又下不來 那跟著媽媽圓圓的腳步 他今天也是一直圍繞在圓圓的身邊 那從昨天開始 因為昨天是假日的關係 昨天天氣比較好 湧入了一萬七千人來看這個營樣 今天呢估計也會超過萬人來看營樣 尤其是一早已經有超過 就是將近千名的民眾已經在排隊了 準備一早就是要衝進來看這個營樣 今天營樣呢 一樣是電力非常的充足 那幸運的朋友大概在九點半之前 都可以看到營樣很活潑 電力很夠的樣子 以上是現在營樣最新的情形 將鏡頭交換棚內 好 看到營樣呢 今天是已經上工囉 爬上爬下這太可愛了 今天又不知道會有多少人去動物園看他的呢